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这次这篇文章 那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这篇文章有蛮大的进步 因为在有些用字或者是有些描写上面 我觉得都有比较精准 那也小错误比较少一点 好,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题材比较熟悉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你每次写都有每次的进步 那我们这一段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 好,第一段 Nowadays, we have more intimate bonds with our pets 这一边哦,这句话我会比较好奇的说 你怎么样达到这个结论的 We have intimate bonds with our pets 听起来这句话会让人家感觉就是说 好像所有的人都这样 好,那可是事实上我们观察到也并非是如此 好,所以这句话老师会建议你改一下说 不要这么样子的一网打尽 比如说你可以说 more and more people 或者是 ummm, a lot more people ok? 或看你要怎么讲 但是你一旦说we have more intimate bonds with our pets 听起来就好像呢,所有的人都这样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也有不少人家里其实是不愿意养宠物的 ok? 不管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还是说比如说家里有小朋友啦 各种原因的 好,所以这句话我觉得你可以再稍微描写的精准一点 ok? 好 we regard them 那如果你这边改成说 more and more people 那这边的话你可能就要用they 好 they regard their pets as 好,后面那就看你怎么修改了 ok? 好,那后这边说 our family rather than pets thus many people often treat them more like people than animals 这边都没有问题 for example some people feed their pets gourmet food fit for a king 呃,这怎么同事吗? ok,好 如果真的有的话你可能在这边呢 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such a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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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such as caviar 你知道什么是caviar? 诶,鱼子酱 或者是呢,呃,可能还有别的吧 我不太清楚 ok,但是呢 如果真的有这种东西的话 到底你gourmet food的指质是什么 可能可以举个例子 and others dress their pets up in delicate costumes 呃,这边我有个疑问是 你说的delicate指的是什么 是指说 呃,很 很容易破掉吗 ok 如果你要讲的是说很精致的啊 那你可以用fine ok 或者是你要指的是很昂贵的 你可以用expensive ok 好,好 看你要讲什么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costume这个字 第一个 我们要加s 因为你有pets 对不对 好,所以要复数 再来的话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costume这个字通常是来指说 有特别的用途的服装 好,比如说演员的戏服啦 好,表演用道具服装啦 什么之类的 好,那呃,动物除非说他有要上场表演 否则的话你不用给他穿costume 好,所以你这边的话你可以说clothing 对不对 好,或者是clothes 就可以了 ok 除非说你的动物常常要出去走秀表演 应该不用吧 what's more some owners 加s了 some owners even go too far ok 这个too far that 这个to that 这个不是我们习惯的用法 所以老师会建议你呢 用so far 好,那因为其实你这个they 这个they的话事实上指的是some owners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说so far 然后呢 as to ok so as to 这个也是如此的一致于嘛 ok 好 go so far as to cuddle their pets by kissing them on the lips or sleeping ok 因为你这边有by by的话应该不只是管kissing嘛 还要管到这个sleeping才对 ok in the same bed with them on the same bed ok 因为我们如果要in的话你会说in bed 好 那on的话就还会说on the bed 这两个要分清楚 因为你不可能in the bed 那不是转到那个床垫里头去了吗 好 and those who perhaps lack in in a human companionship spent lots of time talking to their pets 就没有问题 好 好 这个大概就是第一段 那其实老师发现说你很多地方都写的还不错 比如说cuddle their pets ok by kissing them or sleeping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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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像什么feed gourmet food 其实我觉得你都用的蛮好的啊 只是说有些小地方呢 再多 等一下 其实就很棒 ok 还有呢你第一句啊可以不要写的那么笼统 好可以稍微呢把它变得比较更有目标性一点 好 ok 好 比较符合我们看到的一个状态这样 看到的一个一般的状况 好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段哦 ok 好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带agine 我们再来